小男孩不敢吃肉,因为妈妈从来没去买过肉,家里却天天有肉吃 本期里哥带来电影《吃人爸妈》 麦克是一个瘦小的男孩 这天他随父母搬到了新家 可他看上去却一点也不开心 麦克对这里充满了恐惧 睡觉时梦见到处流淌着鲜血 第二天麦克来到了新学校 并且很快认识了朋友安妮 晚上回到家妈妈已经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麦克的父母是肉食主义者 所以家里的餐桌上从来不缺少肉食 可是作为素食主义的麦克却并不喜欢吃肉 他甚至对肉十分畏惧 这是因为麦克发现父母从来不出去买肉 可是家里的餐桌上却从来不缺少肉食 所以麦克对肉的来源十分好奇 晚上睡觉的时候麦克听到楼下似乎有什么动静 麦克小心翼地来到楼下 看到爸爸妈妈居然浑身是血 好像是两人都在吃着什么 嘴边还挂着红色的液体 这样麦克久久不能平静 在这之后在学校里的麦克开始变得行为不正常 老师要求同学们画一副全家福 他将自己的作业本画成鲜红的颜色 这样班主任很诧异 班主任连忙打电话将麦克的妈妈叫来办公室 然而麦克的妈妈像是在掩饰着什么 当心理医生问起麦克和麦克爸爸之间的关系时 妈妈一口咬定他们非常的亲密 除此之外便什么也不愿多说了 实际上麦克和父母的关系并不融洽 大多数家庭中夫子都会有共同活动 但是对于心理医生的疑问 麦克妈妈却一句都答不上来 麦克爸爸行为本身也很古怪 他是一个研究员 白天在实验室勤勤恳恳 晚上却怀揣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而这让麦克很疑惑 自己的爸爸究竟偷偷地做了什么事 于是麦克下定决心要调查清楚 他躲在橱柜里想偷看妈妈是怎么处理这些肉的 但妈妈对他偷看并不在意 他问起妈妈这些肉哪里来的 妈妈对于他的问题却不正面回答 在这一个个疑惑下 他开始变得郁郁寡欢 还会频繁地出现幻觉 而麦克唯一快乐的时光就是和好朋友安妮一起玩耍 这天安妮来到麦克家玩耍 就在两人玩得开心时 爸爸却突然回来了 他发现麦克竟然带人来家里 于是将麦克训斥了一顿 这让麦克更加认为爸爸有事隐瞒 于是他偷偷潜入爸爸的实验室 却发现爸爸偷走了停尸房中的尸体器官 这举动吓坏了麦克 为了查清楚真相 当晚麦克偷偷溜进了地下室 结果看到带写了菜刀和被斩断的人腿 麦克被吓得跑回了房间 可是就在他打开灯的时候 却发现爸爸就坐在床边 爸爸询问他跑去了哪里 麦克拿出了口袋里的半块饼干 化解了危机 打消了爸爸的疑虑 第二天麦克找到心理医生 但是心理医生不相信 便和麦克一起来到了麦克家 居然真的在地下室看到了一具尸体 正好爸爸只是回来 麦克吓得跑回了房间 而心理医生在逃跑中也被爸爸杀死了 随后麦克的爸爸妈妈居然在院子里烧烤 这一幕让麦克看到 麦克用棒球棍将爸爸打倒 但是最后麦克还是被绑了起来 爸爸威胁麦克必须吃肉 变成和自己一样的食人族 整当肉快到嘴边的时候 麦克拿起刀向爸爸胸口捅去 这让爸爸愤怒 想要杀死麦克 妈妈上前阻止 可是却被爸爸杀死了 正当爸爸要杀死麦克的时候 酒柜倒塌燃起大火 爸爸也葬身在了火海中 麦克逃到了爷爷奶奶家 爷爷奶奶听了之后非常心疼麦克 并收留了他 睡觉前还给麦克端了肉夹面包 孩子眼里的世界是直接的 是什么就是什么 没有社会礼仪和教化的别角解释 也没有硬生生的自以为是的幽默感 所以当一个孩子发现父母异样的时候 他会怀疑并不断恐惧 很多被忽视的细节 都将影响一个孩子的成长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 我是立歌 远作登展 照亮你心 咱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